喂,我行山爬石沒力,好像弄傷了 不知道你們可否過來救我呢 坊間都市傳聞 有人說,召喚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救援 原來是第一次免費,其後就要收費? 怎樣可以找到他們,是不是需要打直線呢? 不如有請飛行服務隊機長們為大家逐一解答吧 其實我們做任何的拯救是不會收取任何費用的 收到一個call之後,我們是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急稅 我給一個例子,入黑了,他迷路在山上 如果我們當時不出來找他 他冒著黑不適路的時間,即是再去找 可能他真的跌了到山 到時是變成一個真正的意外 所以怎樣都好,我們都會去救的 即是打999,999電台收到之後 其實知道這些事是需要做拯救的 同一時間,消防控制中心也收到同一個call 那就是hand over 給消防,消防抄了資料之後 做一個評估的 如果發覺他們都要走幾個小時 那些老人很難走,才會有機會遷路 所以他們會坐在call我們 我們直升機就可以救他們 Kyle也補充說,如果發現懷疑濫用行為 他們也不排除聯絡警方跟進案件 所以市民記得切勿濫用緊急服務 在新聞報道裡面看到 南海有作業船發生事故 需要飛行服務隊協助 原來他們的職責範圍 可以涵蓋香港以南大約1300公里的大部分南中國海 但是搜索和拯救行動 主要集中在香港400公里以來的水域 每天有很多很多遠遠處 船上的隊員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故 發生的地點我們不可以控制 但是如果那隻在船上還可以航行 我們就希望它會順利洗近香港 直升機在直升機可以到達的範圍裡面 去做一些拯救,將傷者接回香港 但是一些嚴重一些的 例如可能船著火 或者是沉活,遇到風浪 那些情況,船就不可以叫它駛回香港 就要我們去找它 如果那個範圍真的出了直升機的範圍 我們定的機器就會去一些比較大的範圍 可以搜索得久一點 還有其實在一個國際的Freeman 我們可以召喚其他船去做一些拯救 每當颱風集港前夕 飛行服務隊都會和天文台緊密合作 飛到當時熱帶氣船所在位置 收集氣象數據 2018年山竹 飛行服務隊都有執行過任務 但是不是好像電影情節一樣 每次都要這麼驚心動拍地 駛到入去風眼裡面呢?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進入風眼 因為其實是一件危險的事 我們的目的是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放一個儀器 落去大氣層裡面 當它由空中大約三萬呎 跌到海裡大約有十一分鐘的時間 去收集這些數據 將這些數據交給天文台 因為你不需要一定在風眼裡面 去接收它的譜據 其實在風場的範圍裡面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樣的 你說是否每次都很刺激呢? 其實絕對不是 但是久不久你會有一兩次 你會記住幾天的 就是行動 有時真的可以很刺激 我有同事形容 是好像在洗衣機裡面 我就不明白 我們沒有試過在洗衣機裡面 不過也估計到 其實真的很刺激 飛行服務隊 機場總部大樓旁邊 就是模擬飛行訓練中心 今年也終於正式啟用了 是直升機機師的訓練 它基本上有了香港所有的地形 用來給飛機師去做訓練 我相信未來的飛機師 那個飛行技巧的知識 是會比我更加強 相信大家都對政府 飛行服務隊加深了認識 也都解答了很多的疑問 想看到他們的拯救行動影片 或者機隊資料 可以瀏覽飛行服務隊的網頁 或者社交專頁了解更多了 小鷹